哈喽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悠儿AI技术学堂 那么本期教程呢,主要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如何使用一个Freaky AI来制作一个视频 Freaky AI呢,相信很多朋友也知道,它是一个专门文本转视频的一个视频生成工具 它呢,利用一个AI技术啊,只需要几分钟就能自动的生成视频 那让每一个人呢,都能不露脸呢,就能创作出一个视频 那么这一期教程呢,会讲到所有你不知道的Freaky AI的一个功能 通过这个教程呢,让你成为一个专家 可以轻松的掌握里面的任何功能来制作一个视频 那如果说你对做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 在这里还没有注册Freaky的朋友呢,这里呢,我会把一个注册链接来放在描述栏 大家可以打开链接,跟着小悠儿一起来操作 链接在简介里 首先我们需要注册一个账号,我们点击这里开始 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四种登录方式 你可以选择你其中一种来进行登录 我这里选择一个谷歌邮箱 点击登录,这里还要点一个继续 那我们就成功的登录进来了 可以看到啊,它是我们的一个仪表盘 我们平时做好的视频呢,在这里呢,都能看到一个记录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点击这个红色的按钮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文件夹 英文不好的朋友呢,也可以打开一个沉浸式翻译 那如果说你是新手第一次登录的话 在右上角呢,也会有一个新建文件啊,你可以点一下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创建一个视频 也可以创建一个音频 那我们就选第一个,创建视频 那在这里呢,你可以为你的视频取一个文件名 那比如说像我在这里输入一个汉堡旅游 接下来呢,需要选择一个语言 这里你可以选择中文,也可以选择英文 你就选一个想法也可以,我这选一个脚本 接下来点击这个红色按钮,进行到下一步 那可以看到这里它已经跳出来了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脚本 那接下来呢,我要把我的脚本给它粘贴过来 这里呢,我用了一个恰GPT啊 让它帮我生成了一个旅游 简短的旅游介绍 这我就可以直接把它粘贴进来 假如你没有一个脚本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选一个想法 那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来直接 比如说,巴黎自由啊 或者说韩国自由都可以 那这里呢,就很随意的输入一个就可以了 那这里我就把我的脚本粘贴进来 接下来这里的素材 它里面其实有丰富的素材 它问你是选视频作为素材 还是选一个图像 那我们既然做视频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视频 这里呢,我们要选一个风格 风格这里呢,你可以想要一个什么样效果 你就选一个什么风格 那么我们就这个电影效果 点击下一步 可以看到呢,它正在快速的 帮我们创建一个视频 那我们要做的视频呢 其实就是从一个脚本开始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 这个视频呢,它就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我做的是一个旅游视频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视频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YouTube上面呢 这样的旅游视频呢 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那他们的播放量呢,都非常的高 可以看到这个呢,十几万 这个两万 这个二十几万 那这个十几万 那这个九十几万 那都是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一些视频 那这个呢,还达到了两百万 因为做这种旅游视频呢 它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游览量 接下来可以看到 视频呢,已经完成了 我们这里可以点开一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一次性生成的一个效果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堡 作为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 汉堡拥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景观 首先 让我们来到汉堡老城区 这里是汉堡最古老的地区之一 漫步在这些历史悠久的街道上 仿佛穿越回中世纪的德国 接下来 我们将乘坐游船 游览埃尔布河和运河 汉堡的水路系统是城市的骄傲 沿途我们将欣赏沿岸的美丽景色和历史建筑 了解港口的发展和运作方式 那这个呢 它生成出来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说你对里面的内容不满意的话 那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如何来更改这个视频 那么我会告诉你如何切换一个图片 如何添加文本 制定文本样式 如何添加一个语音旁白 甚至呢 我们都可以用AI的技术来生成 并添加图片到你的一个视频当中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一个视频片段 是否与文本符合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段呢 搭配的一个素材呢 就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进行一个替换 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图片 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 这呢 我们可以去输入一个汉堡老程区 我们尽量输入一个英文 在这里呢 输入一个汉堡老程区 我们要寻找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符合的素材 我们这里点这个红色的按钮 那这个呢 就是它帮我们寻找到的素材 也是FleekyEye的内部的一些素材 素材呢 它有付费的 有免费的 像这个带着一个锁的 就是一个付费的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免费的 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我们直接鼠标 点击一下这个图片 可以看到这个就已经替换了 那下面这个呢 也可以进行替换一下 点击搜索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 那这个图片不合适啊 这个图片我们也要把它 替换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素材 那么这里素材呢 我们除了可以在它 搜索本地的素材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点击这里 上传一个 我们自己的准备的一个素材 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再点击选择上传文件 上传你自己的一个素材 也是可以的 在那里还可以用AI来帮你生成 你想要的一个图像 输入你的一个提示语 在这里面来进行一个生成就可以 那这边的视频素材 在替换完整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还可以替换一个文本 比如说你觉得这句话 我不想要 或者说 我想修改 那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文字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你可以选择删除 也可以选择修改 那如果说你像在这里呢 重新添加一个文本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点击这下面 有一个添加新场景 我们点一下这个加号 这里呢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场景 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截一段下来 把它分个一个段落 粘贴到这里 那或者说呢 你也可以重新添加一个文本 那么呢 你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这后面呢 有一个删除此场景 直接点击删除 那除了一个添加场景 你还可以复制场景 对我们的一些文本呢 进行一个修改添加 那这里文本修改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音乐 就是一个BGM 那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一个音乐的符号 这个我们可以点击进来 那这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音乐 可以让我们选择 你可以点这里先试听一下 选好之后呢 直接点击一下 这个音乐呢 就替换成了这个音乐 这里呢 你也可以对这个音乐呢 进行删除 后面这里也有一个删除键 那接下来呢 你还可以添加一个旁白 那在这旁边呢 在文本的下面 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麦克风 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 这个时候呢 就跳出来了一个旁白 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击下面 这个小红 我们直接点一下 它会跳转到这样一个页面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 那就是这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旁白语音 这上面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语言 你来自哪个国家 你需要什么语言 你就在里面去选 那这儿呢 还有一个方言 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呢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里可以选择 这里还有一个风格 可以选择 接下来呢 就是选择一个旁白 那这上面呢 是适合一个中文解说 下面呢 是一个英语解说 一个英语旁白 这里呢 我用的是一个中文 那所以我这里 听一下中文 你可以点这个喇叭 进行试听 Flippy帮助您使用逼真的 Flippy帮助您使用逼真的 人工智能 Flippy可帮助您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使用逼真的 选好之后呢 点一下这个就可以 那我们就把它直接选中 鼠标滑到下面呢 我们把这里勾选一下 适用于所有的场景 点下一步 那这里呢 我们的旁白就已经加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到一个右侧 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些文本可以进行修改 修改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点一下 左边的一个字体 那接下来可以看到 这里的字体 我们要可以改一下 它的一个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 你可以选择一个 怎么对齐 你这里呢 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 包括一个字体的大小 这里呢 也是可以调整的 这里呢 还可以更改一个文本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一个黄色 或者黑色 那么更改好之后呢 这下面呢 勾选一下 适用于所有场景 这里再点一下 那在这个右上角呢 这里有个Settings 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场景之间的一个间隙 这里呢 你还可以更改一个比例 那么这里呢 你还可以选择在场景之间呢 启用一个淡入淡出的一个效果 启用一个特殊过度的一个效果 那在这个右上角呢 这里有一个More 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它里面呢 可以一键翻译使视频 那如果说你做成了一个中文 那你还可以一键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 如果说你想做成了中文 最后你想把它改成英文 你可以选择这个一键翻译 那这旁边呢 就是一个download的按钮 可以直接进行下载你的视频 那么这里呢 视频所有的更改全部都已经 更改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download的下载 如果是免费用户的话 我们就只能下载720了 如果说你想要下载一个1080P的话 就需要升级 点击这个下一步 那这里我们就继续点击一个导出 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它正在排队 你的文件准备好下载 那么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 OK已经下载成功了 已经导出成功了 这里我们再点一个下载文件 那这里呢 这个视频呢 它就已经下载到我的电脑了 那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它有1分11秒 那接下来呢 讲一下大家不要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它是如何订阅的 我们可以回到它的首页 可以在最顶上这里我们点击一下 如果说你想生成一个长视频的话 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个订阅计划 那么可以看到首先一个呢 是免费 免费计划 第二个呢 是一个标准计划 那第三个呢 是一个高级计划 那可以看到一个免费计划的话 每月只有5分钟的积分 那如果说你想创造更多的一个视频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标准计划 它的声音呢 有1000种 而且也可以下载一个1080P的一个高清视频 那时常呢 也可以超过一分钟以上 15分钟以内的视频呢 都是可以做的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选择一个计划进行订阅 那么本期教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么如果你也对AI感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制作的一个视频效果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堡 作为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 汉堡拥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景观 首先让我们来到汉堡老城区 这里是汉堡最古老的地区之一 漫步在这些历史悠久的街道上 仿佛穿越回中世纪的德国 接下来 我们将乘坐游船 游览埃尔布河和运河 汉堡的水路系统是城市的骄傲 沿途我们将欣赏沿岸的美丽景色和历史建筑 了解港口的发展和运作方式 在我们的行程中 我们还会参观德国联邦海事博物馆 通过展品 我们可以了解德国海事传统的发展和演变 当然 我们也不能错过汉堡的新地标 艾尔维斯塔尔音乐厅 这座现代化的音乐厅 不仅是汉堡的骄傲 也是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的朝圣地 最后 让我们光顾一下汉堡御史 这里是汉堡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每周日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和领产品摆摊售卖 同时还有街头表演和美味小吃等着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